財經的頭條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看到 蔡總統已經出來說話了 提到他評估 2050年 已經是多少年後對不對 至少二三十年後了 那我們會淨台盤 淨零台盤 也就是說 因為拜登總統 他已經昨天宣誓了2030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台灣一定要跟進 只是我們延長了大概20年左右 那但是在這部分 我們很多的產業 要跟著這個淨零碳台 我們基本上跟他做 這個產業整體做轉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投資人就要留意到 未來我們在這個綠電綠能的部分 他一定也會是逐步墊高指示 他不會是明後天發生的事情 但是這方面的產業 就會影響到現階段 我們的投資人 這是可以留意的部分 那麼在台積電 台積電部分 這個還蠻重要的一個重大的訊息 那我覺得這幾天 在這個台股 台股這個震盪過程當中 我們都有所謂的垃圾盤 什麼垃圾盤呢 就是在尾盤的時候 把台積電給拉起來 我們的指數才有機會 一直撐在萬七 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但是這幾天你會發現 哎呦我們不是一直認為 這個600塊有撐 600塊有撐 為什麼這幾天跌破了 萬這個600塊 而台積電一直站不回來 那很多人提到 相關的一些動態的訊息 我們提到 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方面的 警訊訊息我們要值得注意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面 這個今天很多人提到 這個台積電砸了794億 這個訊息 這個投資人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去知道 最近重大的訊息 他如果砸了大概794億 也將近就是800億 他在這個部分 打算要在南京廠擴廠 那大家我們留意到前幾天 我們昨天嘛 張忠謀董事長 前一天 張忠謀董事長 才剛在論壇裡面提到 這個台積電 這是所有全市 全台灣 你要再造另外一個戶股 甚至很難 但是你在這個部分 你要如何 如何這個珍惜 我們的台積電 那接下來你看 這個訊息就緊接著而來了 提到這個南京廠 他要擴產 擴產的過程當中 當然台積電砸現在還沒有對外 直接證實是不是這回事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必須要了解 這擴產即將帶來什麼效應 這個有些部分 因為基於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早盤的時間也有限 所以我們只能說 這個1月以來 我們已經因為全球的 那個車用晶片 我們必須要講 這個車用晶片 它畢竟是屬於這個 純熟的產能產線 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懷疑擔心 台灣是不是缺水缺電啊 你缺水缺電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就很容易造成什麼 就容易造成說 哎呦 那個很可能就是各方面 我們都有方方面面的考量 造成這個柴積電 你一方面又要馬而好 你一方面又要馬而不吃草 這個可能性就不高 那如果我們水跟電 這各方面 它有做整體的評估 我們必須要講 這是所謂整體的 包括各色各樣的層面 它可能未來有機會 它必須要去採取 它要花一部分 大概800億的資金 去把在目前在大陸 南京廠的產能產線做擴增 那這個過程當中代表什麼呢 所以這個各方面的這個訊息解讀 就會非常的複雜 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 我們就這個財經面 財股面 我們會知道 既然這多空的訊息 各方面開始響應 聲音就開始在外資裡面拓展 那在很多的這個投信 或者是外資裡面 它大概很多的營業員 開始會做方面的評估報告 那目前台積電還不願意 對這個事情做公開的證實 可是我們能夠想到嗎 它目前會指你又要快速的 趕快把你成熟的產能做好 但是這又不是目前台積電 現在最主力的嗎 那你要如何在時間範圍之內交貨 那又要把這個產能 全部通通都供應的出來 因為你接了訂單 你要在這個時間之內做得出來 所以我只能說在這裡面 就這個台積電這幾天的股價 難免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想我們的投資人 大概再靜下心來 把報紙看一下 你就會能夠細細的去品出 那個中間的味道 那所以 但台積電說實來那麼多的 不要說那麼多的這個投資散戶 都在這個台積電的大傘底下 那還有那麼多的ETF 還有國內那麼多的投信 以及外資 那麼多人通通都集在台積電這裡面 所以我們只能說 也許這個台積電 未來接下來一小段的階段 你說還要再向前段時間 那爆發性的成長 那個部分難免 它的壓力是會有的 那再加上國際的那個美股ADR 它的那個漲幅成長的幅度 因為你股市他們的操作的關係 所以成長也有限 所以我們短期之內能夠看到 這個台積電 這種垃圾盤 你要拉它那個 這個動能是不是就也會被咬住 所以我們想要跟大家 特別去講 這個台股裡面的一個重要警訊點 也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看政府 大家各色各點 大家怎麼看待台積電 有可能會必須 被你說被迫也好或怎麼樣 他不得不去考慮 這個南京廠的這個產能 到底要不要擴展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對台股來講 對國際來講 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訊息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散裝船的這個 船運 這個目前為止很旺 它的BDI指數不斷的去連漲 所以我們只能說 昨天你說你衝進去 大量的被刷洗 那這個長 這個高檔爆大量拉長黑 很多人擔心哎呀 是不是這個所謂的一個崩盤 那個錢罩什麼的 市場看政府謠言就出來 但是我說實在的 這個你如果要看 你以實質的經濟產業面來講 他是真的很好 但是他卡在哪裡 他卡在籌碼面 現在散戶融資一進來的時候 他那個籌碼會開始很混亂 那你要拉盤也好 要殺盤也好 殺盤比較容易 但你要拉盤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就不是一個 這個單一 政府基金 國家對很快就能夠處理的 所以我只能說 你越多人越擠進來 他的問題也就越多 那你說他的這個產業面是不是很好 我說實在是真的很好 那不然他的這個拉 要把他那個拉紅盤 這個機率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 我們要靜下心來 我們要知道他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他不是出在傾氣面 還不是出在基本面 基本面各方面 訂單各方面是真的是訊息很好 但他出在哪裡是籌碼裏 他大戶 某些大戶 主力 昨天都是主力在殺的 那很多的這個中石戶 以上的大戶 千張大戶這樣砍登 獲利了結多殺多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投資一定要很好 要好好留意 這個每次到了高檔 你不能不做任何的風險的控管 那該處理的部分 你就要處理 那有些人昨天主要都是當重客 那還有一些部分 我們看原物料的一個價格飆漲 所以汽車下半年 像是預日車等等都說 他不得不車 不得不漲價 因為他上游的原料端 要製作車的許多的原料 都已經漲價 他不得不層層的拉高他的報價 那有可能短期之內他的股價會漲 但是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的可能未來試占率 因為漲價很可能試占率就容易掉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預日車短期之內 這個對這個車的這個股價有幫助 但是我們也要去留意到 在這個部分 大家還是要留意到 這個長期以往 他的通膨的效果 那還有呢 在第一季的時候 新增房貸10年同期 他是創了新高紀錄 不是打房嗎 在這個情況之下 民眾居然還是 本來希望 我們只是揣測了 可是政府是不是希望說透過打房 有的人是市場上有這個謠言 說是不是為了要透過打房 希望這個股市能夠 這個資金動能夠好一點 因為你打了房 那個資金不敢往裡面衝 那他往哪裡跑去 他當然就是盡量往台股去走 所以我們能夠想像到 資金動能是如何的暢旺 我們能夠想像資金面 真的不是問題很大 問題現在主要亂在哪裡 亂在籌碼 還有大家都是萬七的第一次 每個人 大家不用講吹牛 每個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萬七 所以要好好去珍惜 我們這個用張董上的話 萬七我們要去珍惜他 不要這樣衝衝衝 這個大家上下震盪 大家都沒有好果子吃 那還有我們趕緊看一下 曾威文的跟大家準備的一些內容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昨天我們看到的 這個部分 這個大家 我們破題的時候跟大家提到 這個裡面呈現的是要講警訊 所以如果說你盤中 這個大跌105點 這個部分不是說跌不起 但是在這裡面 這個開盤 這個開高 走低 而且尾盤 連蠟盤都拉不上來 而且是中錯了這個105點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警訊 所以現在我無論去了麵包店 無論去哪裡買東西 每個人手機拿起來都說 他今天買賣多少張股票 這就是人家所謂的差協通的理論 那越多人擠進來的時候 籌碼一凌亂 大家心會動亂 那你看這個 所在一個 因為台股他畢竟是一個 所謂的 人家我之前曾威武 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所謂的關門放口的一種 零和遊戲 這個有人賺就一定有人賠 所以你在越多人擠進來的時候 你到時候你一聽說哎呀 鈴聲大作 聽到鈴聲 比如說量很大 鈴聲大作準備要衝出去的時候 你就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東西南北的小白月進來 人家有講所謂的沒有武德進來 分不清楚東西南北 追高殺低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可能造成什麼是多殺多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珍惜 目前台股萬七的這個點 大家這是 進場之前請看廳 仔細想清楚了再準備進 而不是都沒有看 這個前線電技術盤前分析 你就正進場一頓 這個追上追高殺低 這個對大家真的沒有好處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冷靜下來 把事情都搞清楚 那我們看一下 把這個 那個點全部通通看清楚了之後 那我們再來做一些調節 那昨天成交量爆出6523億 這種大量史上最高量 那不僅是我們上市 連那個上櫃也都爆出了大量 而總體來到了7000 7000多億 這個上市櫃來到了 7,675億的這種天量 我說實在 太多的投資人 如果把此時此刻 選在當你人生第一次 然後你覺得 每天在裡面沖沖的 說實在這個 真的不會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你也當心 這個套在這上面的最後 一隻白老鼠 這何必呢 存錢存那麼久 那卡在這上面 不知道多久才能解套 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趕快看下一張 那 在下一張這裡面 我們這個也許字體不是很大 那我們試試導播 我們看一下這整體放大量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投資 一定要去看清楚做的功課 為什麼要看昨天出來這個大量 第一件事情 這個沖上史上新高 大家都看到 來到了17428點 但你不要忘了 在最高點的時候 他就給你 突然給你卡在這個 所謂的連六天收17000的情況之上 那很多人投資小白 一衝進去的時候 哇不得了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覺得 哇這個情況不OK不妙 那6523億 這個史上新高 今天 可能這個如果開盤的時候 真的因為跟著美股 收黑 所以盤前一開盤 壓盤很重 搞不好這個量就能夠壓縮一點 不要這個突然就不斷這個分不清楚 青紅皂白就進來不斷的衝 然後還有就是 他貴買都是創下史上第三大量 那最主要兩個這個上市櫃加起來 成交量高達了7675億 所以你說這個步步高步步驚長 可是我說實在這個步步驚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投資人 我們知道說 我們希望這個年底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不用這樣一下子突然衝刺 你等他一下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可能 大家不斷的健康累進 健康不要天天這樣衝 不然你這個高檔 你要的時候你衝進來 他就不斷倒貨給你 這個我相信不是大家要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大家就一定要提一下 這昨天的長榮 這所謂的航海王 長榮他市值昨天一度 去超過了股王大力光 那很多人想說 哎呦那個大力光 所謂的股王來到3000多塊 怎麼能夠跟80塊 這樣子的一個股票來比 哎話不能這樣講 投資人你要知道 買得起大力光的 沒有多少人 都是一些外資跟投信的法人 可是來買長榮 全都是一些 剛像大家這樣子 都是職場小白或者是散戶 那他長榮股本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在這樣一進來 哇昨天爆出了這個 他的市值衝到了4200多億 那你這個成交 你看到了這個 最高衝到83塊的時候 你看這個千張大戶 趕快就刷給你 把貨都倒給你 所以這就是部分 大家要去留意的 還包括面板 雙虎 誰在賣 外資在賣 投信也在處理 所以這些部分 都是我們投資人一定要去注意 然後你看 另外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證明給小白看 當你用零股交易 零股大部分都是 我們很多投資小白 很多人都是人生第一次進來買股票 你這幾天 你要衝衝樂買的很高興 結果把你掉進來之後 那不論航海王或誰 把你這個掉進來之後 你去買了 結果他直接在中間 83塊 80幾塊 直接砍給你 你看他的成交股數也創新高 這個來到了大概有 3200多億 所以這些部分 我們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注意 這個是再三的 我今天已經講了不曉得 不下10個注意了 然後ETF也創新高 因為大家不要以為ETF不重要 ETF是很多的那個自營商 他一方面他做權證 那還有 他們很多人 投資法人他有ETF的壓力 那很多人買了台積電 很多人買了 這個重要的全職個股 結果現在全部都套在裡面 他是不是找機會在那邊賣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容易多殺多 那當然 昨天有一個特殊的點 在市場最不OK的時候 富邦煤變成了1000塊 收了8000斤 所以這些都是股市 比較奇怪的狀態 那趕快我們看完這個紀錄之後 來台股開盤之前 我們要去留意什麼 來導播我們趕快看一下一樣 我們已經讓大家都有個概念 這是昨天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 所以這成交比重 大部分都沒有在電子 而且都是負的 那包括航運也都是負的 所以這是一個警訊 當然今天會不會趁你 昨天他嚇壞了之後 給你回答 上衝下起 這都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美股如果四大指數說 今天會不會灌殺 會不會開盤的時候 有些奇怪的狀態 這都是我們投資要留意 那趕緊我們看後面這一張 來我們趕緊看一下 因為台股即將馬上要開盤 那在這個快速輪動的時候 我們將注意到航海王 那昨天被殺多 那開盤的時候 雖然現在剛剛開盤 來到了給你小掌20 那再給你調高 那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哦 這個警訊是什麼 通常開盤的時候早盤 拉高對不對 那大家覺得又有一點信心 趕快再衝進來撿便宜的時候 哎 你看會不會像是昨天的航海王 我們的長榮 是不是又是在這種狀態 那但是長榮 他的這個目前的狀況好不好 跟各位報告 他的營收法 他的法說 講出來的數字都真的 還有他目前訂單 真的很滿 所以其實他的狀態是好的 只是未接 現在如果這個來到了80塊 已經是他這個相對的一個 高檔大量的 而且是高位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要跟著這股市衝 那現在指數已經 非常就漲到60幾塊 但是投資法人 我們一定要小心哦 在這部分 我們包括我們散戶朋友 照顧一下我們散戶朋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一定要去留意 現在又回回跌了 指數又來到了大58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一定要多多留意 那最後我們趕快看一下台積電 好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的這一張 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個訊息 撐昨天小跌了大概是一塊錢 所以我只能說 投資法 我們很多的觀眾之前 買在570 所以有些人在進場去低超的時候 是有漲 可是接下來 他的成長動能 他的確不會給你大跌什麼 原因在於 太多人的利益都在這裡頭了 國家隊也是 那所以 這個已經是我們的這個護國心臟 要珍惜啊 張宙墨董上已經跟你講 要珍惜 所以這部分 護住他的心肝 一定要護 只是說 他未來的成長動能呢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都是我們投資人一定要去留意 特別是現在 他如果必須要被逼破 他又在車用晶片 他要大量的擴張 車用晶片 又不是現在台積電主流的先進製程 那他有啊 他有廠 廠在哪裡 就在南京廠 那這就要看 這社會上大家都怎麼看 看待在南京廠 這是試水溫 所以這個訊息 他也在評估當中 看社會的這個反應 那如果不行 那台積電 接下來能供應到 那個政府希望 增加那麼多的車用電子 這就有很多 學問在這裡頭了 所以我覺得 台股這一波萬七 金金漲步步為盈 那今天守萬七 還是真的政府打算 這個 這個我們的國家 最打算就讓他跌破萬七 這個我想 這個階段都是很多的 盤算在這裡頭 那我覺得我們的投資人 我們真的要理性 先看穩 先看那些大哥們 都在做什麼事情 再來做我們手頭邊的決策